二十多三十年 看著這個商場 一直從行儲到領培領戰到現在 其實都變了很多 電腦體越來越少了很多 麵包餃都有幫助了幾年 三四年左右 其實我差不多一天都吃了 就算不是我自己主動去買麵包 我家也不是給我吃的 藥房其實也有個都會幫助的 例如熱熱艦液、剩筋 其實都會很具面的 比較順一點 基本上跟我講真的沒有試過 當我看到這個店舖很多都很有人情味 大家都很掛著他們 知道他們其實都是很努力 很去經營 雖然這裏的負責都變了錢 但它總是叫圍堵 就繼續為了解放 這個小社區的復活 都很感動 很感動